这是一组往清时期的老照片,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生活片段,难得一见,1907年,上海,独轮车,这辆独轮车坐着八名女子和一个孩子,一般而言,独轮车比较小,一左一右坐两个人算正常,照片所是坐八个成人,应该已经超载了,对驾车的车夫是一个考验,零无效的学生在练习射箭。 他们身后的墙上挂着射以官德的匾额,以及从射箭能看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行,晚清军事上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,立志从军之人本,应将操作枪支、火炮的训练列为重点,但是因为军事教育观念落后,学生们还在演习弓箭。 1905年,北方某地,官员与一块匾额合影,落款用的是公元纪年,我们推测这是外国人送的,事情可能是这样的。 这位官员帮助外国人摆脱困境,外国人就送了一块整人鱼杯的匾额感谢他,类似于现在的宋锦旗,两位妇女合影,照相馆摆拍。 晚清照相馆大多设在通商口岸的租界内,能进去拍照的人非富即贵,而且还得思想开明,不会认为照相机能设人魂魄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,他俩一个天足,一个裹了三寸金莲。诸如男子车马,车马陈默是浙江州山人,被美国Bitian,巴林马戏团的星探发现后,成为杂耍艺人。 在欧美演出,他身高约71厘米,体重约18公斤,在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世界上最矮小的人,也是那个时期最走红的中国明星。 1871年到1880年间,巨人詹世差与一位诸如合影,詹世差生于1841年的物源,身高约2.48米。 他也是加入了欧美的马戏团,在全球巡回演出,后来娶了英国籍妻子,并定居英国。 他身上所穿的官服,只是演出服而已。 囚犯,上海被判处战龙执行的囚犯,他的眼神显得很桀骜不逊。 战龙是清朝的法外形,但地方官经常用。 执行过程中,给囚犯造成极大的肉体痛苦,常常将人慢慢折磨至死,只要将他脚下的木板抽掉,他就会被吊死。 云南夫妻,1902年,云南昆明,一对夫妻面对镜头吃饭,应该是摆拍。 蒙古女子,蒙古上层社会的女子,看上去气场很强大,拍照时她在北京,清朝建立前后,满足与蒙古族有着相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,自奴尔哈赤起双方就常有会蒙,联姻之士,黄太极时期,正视为归顺的蒙古人,边立蒙古八旗,吹奏乐器,晚清吹奏乐器的一人。